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就在哈尔滨找到了百年特色小吃排骨包 以及见证哈尔滨城市历史的俄罗斯大猎八 还有来到东北非吃不可的饺子 保证让你全身暖乎乎 而来到中国最南的海南岛 最不能错过的当然就是四大名菜中的文昌鸡跟东山羊乐 绝对是来到南方一定要吃的经典美味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北方第一大城哈尔滨 开始今天的美食之旅咯 哇 来到北国第一大城 不管是街道 建筑所感受到的 竟是跟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一国风情 但是我来到哈尔滨第一样要介绍的美食 不在热闹的中央大街上 而是在这些充满中国味的巷弄之中 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像是走进了时光隧道呢 这个地方是哈尔滨的道外驱胡同 据说这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可以说是整个哈尔滨历史最悠久 而且也是聚集最多美食小吃的地方 这里我就听说有个隐藏版美食 它是把这个排骨给包进包子里面 这到底什么味道呢 据说这馅料又多而且非常的鲜甜 好 不过要找找看到底在哪里 走 我们去打听一下 虽然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 但是这里的小胡同就像是个大迷宫一般 怎么找也找不着 但是在一路的探厅之下 我发现这家店似乎是这里人气最旺的店铺 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现在就赶紧依着大家给的方向找美食去咯 有有有 在这里 在这里 你看它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门口就写一个张包铺 就贴三个字而已 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华丽的装潢 就这样旧旧的 好 就这间店 走 进来吃吃看 我要去排骨包子 排骨包子 一进来就有闻到包子的香味 老板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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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我刚刚在外面的胡同外头 我就听好多人说 就是 我会说这附近最有名的 他们就说就是你们的张包铺 对呀 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一百多年了 就一直在这个胡同这边 对 一直在这个胡同 那卖的就是只有排骨包吗 对 排骨包子 就是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想吃吃看 看看 我现在里头正坐着呢 里头正在包吗 我可以去看看吗 去看去吧 好 好 里头 好 看看店里头满满的人潮 也难怪这间张包铺 可以在这里经营一百多年之久 每个人桌上几乎都是一大盘满满的包子 到底这排骨包好吃的秘密是什么呢 现在就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咯 这就是内馅对不对 排骨 排骨 这是排骨包子 这是百年历史的排骨包子 可是怎么会一个锅子 这边一半 两样 两样 包点肉来块排骨 为什么要包排骨进去呢 因为咋的 它的味道特别香 因为咋经过我们泡制 生前切完了嘛 切完以后给它泡制 把这个鞋锁子都给它煮 都给它挤出去 然后再拿我们的老汤泡 特别香 所以就包出来这个包子 汤也大 肉也香 你包一包 我包一包 试一试 可以哦 可以哦 那行 好 来一点这个 对 来一点洋葱 洋葱 来点这个 肉 再来一块肉 再来一块肉 这个就是没有骨头的肉 一块 通常里面都有几块排骨 一块 就一块 就一块 然后呢 这个对对 上这 捏起来 捏起来 像个大脚这样 对 两个手 合起来 对 合 好 两个手 对 合 这样行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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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过考验了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可别以为 老板娘小气 只给一块排骨 这可是有原因的 老板娘说 他们试过这包子里头 包一块排骨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口感 再加上包子里头 如果排骨过多 客人就得不停地吐骨头 也会影响食欲 所以就定下了一个包子 就一块排骨的规矩 哇哦 你看看 这刚蒸好的包子 浑身散发出浓浓的香气 到底有多美味 我现在就来帮大家品尝一下 看这包子 喷汁油亮亮的 对 好香好香哦 而且这包子很好玩啊 它会附一个小碟子 给你吐骨头的 对不对 就专门吐骨头的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口感特别好 对啊 哎呀 嗯 烫了 好吃啊 好吃啊 好吃好吃 好吃 它那个肉啊 特别嫩 对很嫩 而且肥瘦适中 非常好吃 除了嫩 然后腌得够入味之外啊 它的酱汁也好鲜哦 它是使天津面酱好吃的 嗯 我排骨在里面 很特别耶 对对 跟一般的包子 就是 就像那个 就是他们已经 就是到我家来 对 就吃这个包子 说在全国各地 就是没吃过我家这样的包子 因为啥 汤汁特别好吃 对 你看这汤汁 你看 要满出来的感觉了 我只能说这排骨包 真是太美味了 浓郁的排骨香 搭配上洋葱跟鲜甜的面皮 咬一口后 吃甲流香 鱼味绕梁 三日不绝于口 而店里头最畅销的 除了这排骨包 还有那鲜味十足的三鲜包 都是当地人来店里头 必点的人气招牌包 这一个包是那个 这又是什么 这鲜蝦子 这一个属于特鲜的包子 所以这个是海鲜口味的 对 海鲜口味 这也是特鲜 这也是好鲜 还好鲜的 里头也有汤 对 是 它这根本就是汤包 就是越吃 就它回味越大 而且它吃起来很特别 它一咬起来有那个虾仁 但闻起来有那个虾米的味道 对啊 因为咋的 它们一般就是包包子吧 就是高虾仁 人家不可能给你高虾子 对啊 而如果高虾子吧 不可能给你高虾仁 因为咋的 我们这个包特鲜 就是两种海鲜的东西都在里面 所以吃着特别 口感特别好吃 香 这个老板娘强调特鲜的三鲜包 里头除了可以吃到鲜美弹牙的虾肉之外 更绝美的是那一入口席卷而来的汤汁 完美地冲击着你的味蕾 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回味无穷 而除了这两种口味的包子 老板娘说 来到这道外吃 还有一样让外地人流连忘返的饮料 我一定要尝一尝 这大白鲤口感特别 是酒吗 可是听名字又像果汁 对 它是什么 它不是像果汁那么贵吧 价钱随而没有那么贵吧 但是它这个就是喝完以后 对人体消化特别好 嗯 沙口 有点碳酸饮料像酱汽水 像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高级轿车了啥的 人到我家吃饭 一进屋就来点包子来点菜 然后说的 你家有没有大白鲤 就问我们说有啊 我就给拿出来 人家就喝这个大白鲤 就是口感特别好 对 特好 说这个饮料吧 虽然价钱不载质 价钱有点低吧 但是它剩过就那个比较好的饮料 好喝 做无需席一味难求 很高兴我在到外区张包铺老胡同里 认识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板娘 更品尝到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排骨包子 看完刚刚这香喷喷的排骨包 是不是很想马上飞到哈尔滨来品尝道地的经典美食呢 但是除了排骨包之外 来到北方还有一个非买不可的班首里 那就是重达近乌鲸的东北一绝大猎八 它至今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只要来到哈尔滨的游客 五部人手一大袋扛回家 而且它是每天限量160个哦 到底什么是大猎八 它有多迷人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告诉大家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制作大猎八的秘密基地 可是大猎八到底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可能要来先问一下师傅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猎八说 好像是哈尔滨的名产 但是什么是大猎八啊 这个我们丘林的大面包 是原先白俄罗斯人留下的传统食品 哦 从俄罗斯过来的 对对 有109年历史了 光这个面包就有109年的历史 它整个建造了我们哈尔滨市 发展了整个过程 我们三次发酵的工艺 用啤酒花 最后用木瓣烤它 哦 听起来这面包好像很好吃的感觉 师傅 我现在就进去了吗 不行 进去再换衣服 哦 很严谨 就是还要先换上你们这样的衣服就对了 好好好 那我先换装 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参观咯 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雷主任说这个制作车间 平常可是不对外开放 这次我们可是透过特殊管道 才得以入内一探究竟 到底这中大进五斤的大面包是怎么做成的 肯定要来好好观摩一下 哇 就是这边 对 对 对 正在做这个大裂八是吗 对 就是这样的 我没看过这么大这么大的面团 师傅 这就是做那个大裂八的 对 对 就是做大裂八的面 师傅 我好像这个面团是也不一样 我觉得它特别的香 有酒花的香味 是酒花的香味啊 而且我刚刚一边看这个师傅在切这个面团 你们家的面团是不是特别的Q啊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是俄罗斯传统留下的那种菌种 菌种 对 经过全次发酵 使面团充分地展开了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不论我们这个在这边有了 全中国第一份 第一份 这样一个是多重 一个是四斤二斤 一个面包就四斤多重 哪吃得完啊 大裂八的面包会如此巨大 不是没有原因的 光是面粉就得用掉两大袋 你看看这重大250斤的超大面团车 我使劲全力去推 却怎么也推不动 光是这一个面包团 就快要是我脸的两倍大了 而且这里更厉害的是 所有的制作工艺 109年来始终如一 每个师傅都得历经数十年以上的训练 才能够成为最专业的裂八郎 我看每个师傅都非常非常地熟练 刚二十多年了 刚刚那个师傅这样揉面 这厉害的耶 我没看过这样两只手揉面包 这劲力要很大 全中国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对 两手揉面包 两手揉面包 对 这要练多久啊 最少得一年 一年以后还是学习工 师傅熟练地揉着手中的面团 可别看他们好像没出什么力 其实可内功了得啊 不管是力度 方向都有着一定的规则 全都得遵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方法 才可以做出这冰纯一绝大裂八 师傅你觉得我揉得起来吗 你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吗 那你要教我吗 来 跟我学 跟你学 我学完可以做裂八郎吗 这样 我要高收入 太小 我的手太小 根本揉不下 你要把它揉成一起了 分开分开 这样 对 一层一层笔 而且你看一边揉的时候啊 还要把它揉成圆形的 对不对 对 好难哦 师傅我这样对吗 不对 再揉十二三圈左右 十二三圈啊 那我一个个来好不好 怎么用 手怎么用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这样 对吗 对 把动作连续了 我的天哪 这真的是太困难了 经过这样的实际操作 我才发现 要成为一个脸八郎 还真是不容易 难怪主任说 这些师傅们 光是学揉面 这门功夫 就得花费一年的时间 前前后后 还得游个二十年 才能出师 看看墙上 这些传人的照片 据说这些脸八郎 在过去 可都是响叮当的人物 所以以前做这个工作 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那当然 高看一眼 高看一眼 就是很增进很增进的意思吗 是 那是不是那时候 薪水收入也特别高 是 真的啊 有多少 是一般面包师傅的 有多少我还真不知道 那时候没有我呢 那时候还没有你 可是我好像还听说 除了这薪水收入高以外 这鞋份也特别漂亮 那当然 那当然了 这些长得都这么精神 真的哦 真的哦 看过哦 媳妇各个漂亮 对 真的哦 真的 真的 过去这里流传着这样几句话 上有天堂 下有面包房 大姑娘行三辈子好 才能嫁给面包郎 玉皇的女儿也只能做二房 脸八郎还要喊冤枉啊冤枉 由此可见 这脸八郎在过去的地位 有多崇高 可是仍然抢着药呢 要制作出最完美的面团 得一揉一压 重复十二到十三次 揉完之后 还得醒发一个小时 再进行一个钟头的烤制 才算大功告成 现在就跟着我大喊 三 二 一 开炉咯 有那个啪啪啪的声音 看里面 多松软 看 真的非常非常的油软 好好看 这种好绵密哦 很香很香 然后一进去啊 它就整个在嘴巴里面 黏成一块 而且就那个 有个淡淡的香气 很脆很脆耶 它刚师傅一丝都是那个 啪啪啪啪的感 对对对 啪啪啪响的声音 好脆哦 又香又脆 嗯 外头很脆很脆 但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那种酸酸的QQ的 很扎实的感觉 真的会越吃越香 好特别的面包 头一次吃到 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的让人不流口水也难 刚烤完的大猎巴 集体散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响 一开盖冒出浓浓的热气 在它坚硬的外表下 竟有着如此松软细致的内线 看完这一整个过程 也不难明白 为什么这大猎巴 能在槟城飘香一世纪之久 说到这北方的美食代表 面食是绝对少不了 尤其对北方人而言 这饺子不仅是生活中不可获取的食物 更是一种福气与团圆的象征 而强调天天过年 时时团圆的东方饺子王 并因此在北方打开了知名度 来到北方一定要吃的就是面食了 那面食当中最经典的一道菜 就是饺子啦 但是吃饺子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次我们要带你去吃的这家不一样 它竟然把饺子变成连锁企业 甚至卖到全中国第一 这就厉害了 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走 我们去尝尝看就知道了 我有听说好像你们的 那个饺子啊 是这个连锁的是不是 连锁 对 南斗北都有 都有 对 那最南到哪 珠海 珠海耶 北到南都卖透透 那一定是你们饺子很特别 对不对 是口味多吗还是 口味比较多 可能有四十种 四十多种 四十几种口味哦 北方人不愧是最会吃面食的地方 居然能够研发出四十多种口味的饺子 再加上明亮舒适的用餐环境 透明化的作业流程 让这里成了全中国最火的饺子馆 三鲜瑶柱的 哦 是干贝包进去 对 它属于是深海贝肉 贝肉 鲜味十足 我喜欢吃这个 我可以吃到好多好多干贝的 一丝一丝的在里头都吃得到 肥肉 深海贝肉 口感的比较鲜亮对吧 对 而且它很甜 那个甜味都在里面 而且重点是它干贝用的非常非常多 想不到这干贝水饺竟如此美味 干贝的鲜甜味完全包覆在饺子皮之中 咬一口锁的精华在嘴巴化开 让人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干贝那接下来这个 这个就是三鲜瑶柱那个鱼翅 鱼翅 哇 吃完这个干贝 现在要吃鱼翅来的 哇 鱼翅吃进水饺里 太高级了吧这个 对 这个呢对身体呢 不用说的 那是非常的好 鱼翅水饺耶 来东北可以吃到鱼翅水饺 我已经看见你把鱼翅吃到嘴里了 有没有碰碰 鱼翅 很明显脆脆的到那个一根一根的 对 对 在嘴巴里边吃到那种感觉 这味道也很鲜耶 对 因为鱼翅也是海产品 所以它的味道也是海味比较十足的 跟那个肉配到一起的口味特别独特 有 非常非常的搭 而且那个鱼翅摇起来 还QQ的 弹弹的 那种脆脆的感觉 可以吃到很多很多鱼翅耶 天呐 这真是太幸福了 在这里大家可以用最平时的价格吃到最顶级的美味 而这节水饺有多好吃 我说不准 马上就请当地人来证实一下 东北的饺子 东方饺子王开的算是时间最悠久 最长的 在整个哈尔滨来讲 我最认的还是东方饺子王 我爸平时就爱吃饺子 完了走了好多人家那个地方 不行 就吃到那个东方饺子王的饺子 味道好 完了还干净 再说吧 一看挺尾声的 肉也放进去 所以我们每次都上这来吃 皮薄 馅大 那些做得很精致 要想吃饺子 带朋友来 就上东方饺子店 几乎所有的东北人无不称赞 这里着实成了他们吃饺子的首选之地 双双经理说 他们饺子之所以能成功 就在于他们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 饺子皮要薄 要均匀 馅料要按比例调配 煮饺子的汤一定要清 煮出来的饺子 绝对不能破 不能粘 每一方面都不容有任何差错 才能做出天下第一的饺子 所以大家有空来到哈尔滨 一定要亲自来体验一下咯 离开了中国最北的黑龙江 现在我们要带你来到艳阳高照 四季如下的海南岛了 说到这海南四大名菜中 位居首位的就是红遍东南亚的海南鸡饭 据说这个鸡还是吃椰子长大的 肉质特别嫩 特别甜 而另外不可错过的还有四大名菜里的东山羊 这放养在东山岭上的东山羊 吃起来完全没有羊骚味 肉质细致又嚼劲 也难怪成为海南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说到这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呢 全世界听过 看过 也吃过的人 没有几千又几百万人吧 不过这海南鸡饭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从这名字上来听 八九不理石就是从海南来的 而说到这海南最有名的鸡 当然非文昌鸡莫属咯 那么这文昌鸡是不是就是海南鸡饭的老祖宗呢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文昌鸡的养殖基地 来把问题查清楚咯 Go 话说文昌鸡就是海南文昌市特产的土种鸡 大多养在海南岛东北部地区 不过这文昌鸡就是海南鸡饭的老祖宗吗 我看我还是新来个养鸡城的老板 好好请教一下吧 这些就是文昌鸡 这些就是文昌鸡 那怎么看它们就是文昌鸡有特征吗 有啊 我抓一只给你看一下 抓出来看一下是不是 好好好 这个就是文昌鸡 还有特征啊 文昌鸡呢 一个是嘴小 嘴很小 又小又短 小又短 嘴巴小又短 一个是关 也小 还有一个是脚 它的脚比较短又小 云种说啊 正宗的文昌鸡 主要特征就是三小两短 头小 紧小 脚小 还有紧短 脚短 而文昌鸡会这么有名 相传是明代一位文昌人在朝廷当官 把家乡的鸡献给皇帝 文昌鸡的美味让皇帝赞不绝口 才因此家喻户晓流传了四百多年 据说文昌鸡会这么好吃 跟它的饲料可是有很大的关系哦 这个农家就是用这个米汤啊 米汤 这个椰子 椰子啊 对 这个还有花生饼啊 花生饼 这些为了增加它的蛋白质 吃了椰子的鸡肉耶 那是不是吃起来会有那个椰香啊 会有椰子香味吗 就是吃起来比较香甜嫩 如果我记得没错 鸡应该是杂食性动物 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椰子拿来喂鸡耶 海南人就地取材 把椰肉厚实的老椰子磨碎 再加米糠 番薯等等混合搅拌 嘿 看每只鸡都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这天然的饲料很合它们的口味啦 为了饲养出顶级的文昌鸡 除了叫古法为鸡吃椰子肉之外 更严格挑选大小适中的鸡蛋 用机械化的方式统一孵化 在恒温控制下 二十天之后就能够孵出 可爱又健康的小鸡咯 哇 云总 我看到可爱的小鸡耶 这个小鸡红果孵化二几天就出来了 现在有厂长来分公母 小鸡还要分公母啊 厂长为什么小鸡要分公母啊 要这里面要分公母 要分成分开饲养 第二个就是说 公母的生长速度不一样 如果放在一起有困难的话 会有困难或不好的反应 分开饲养后就不会提升这个困难 其实小鸡出生一天之后 就要将公母分开饲养 据说这也是让文昌鸡 保持品质优良的秘诀之一 我这样抓它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真的哦 哦 好可爱哦 才出生一天啊 可是刚出生的小鸡 你看我随便抓两只 你怎么分它是公的母的 这是要从它的鉴别器官来看 怎么看器官 屁股后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器官 你看这个 这个吗 比较小的一个点 就是说你看看 这个一个鉴别点在这个中间都不会 中间都不会有一个点 发光 那个是平衡咯 照的时候它就攻击了会发光 会发光的 那个鸡点会发光 这个生理器官都会发光 发亮 用母鸡它就会发亮 必须要用那个抹罩 要啊 这样 我完全看不出来 我只看出它们的屁屁都是红红的 这样子 嘿 虽然厂长解释得很仔细 但是我还是有看没有懂 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还真难分辨小鸡的性别啊 不过分不清小鸡是公事母 没关系 想弄清楚文昌基于海南鸡凡的渊源始末 还是得亲自尝尝才知道咯 有海南人说无鸡不诚艳 可见鸡在海南美食里占了多大地位 既然文昌基荣居海南四大名菜之首 咱们就来试试 连皇帝都连身称赞的料理 到底有多好吃吧 哇 老板 这就是正宗文昌基吗 对啊 哇 我看这个鸡肉 我光看我的口水都快要掉下来了 那皮呢 油亮油亮 它的肉呢 非常的细 非常的白的感觉 吃起来味道一定很棒对不对 那好味很香的嘛 那我先试试看这个 四大名菜之首文昌基的味道 好好吃喔 我觉得它跟一般鸡肉吃起来味道不一样 它特别的那个肉非常非常的细 一丝一丝的 然后呢 那个鸡肉越咬越香 它那个鸡皮啊 也是超好吃的 那个鸡的皮啊 油起来 脆脆的耶 脆脆的啊 对啊 脆脆的 而且它鸡的那个脂肪只有薄薄一层 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不会油 然后吃那个皮就是脆脆的那种感觉 非常甜 非常好吃耶 文昌基能味居四大名菜之首 滋味果然不同凡响 但它的做法却其实超级简单 为了凸显文昌基的香甜原味 最传统的吃法就是白切啦 将整只鸡用开水汆烫五分钟 再放到盐水里滷十来分钟 让白皙的鸡肉附着自然咸味 更提升鸡肉的香气 另一种吃法则是把煮过的姜蒜 加醋 盐等等调味 再加大量鸡汤调出微酸的酱汁 不只带出鸡肉的甜味 还会消除过多的油腻感 要我再多吃几块也愿意啊 你吃那个鸡 那一定要吃那个鸡饭 这个饭啊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白米饭不是吗 这个鸡油饭的 鸡油饭啊 对 它有白米饭不一样 跟买鸡饭不一样 你尝一尝 有耶 我闻到很香很香的那个很香鸡油 对 就鸡油淋上去整个味道 就是要配这个饭吃啊 配这个饭 是吗 是香吗 香 好 这个很香我有吃耶 我觉得每一粒饭里面 好像只有吃到那个 很浓很浓的那个鸡的高汤的味道 要煮出喷香的鸡饭 鸡汤可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呢 汆烫过的鸡汤加蒜头酥 盐等等调味 把蒜头煮到出味再捞起来 倒白米一起煮 嗯 刚煮好的饭 粒粒分明还裹着一层油亮光泽 飘出的正确香气 就算单吃也是无敌美味啊 那这个海南鸡饭跟文昌鸡有关系吗 那些文昌鸡饭代表是海南的嘛 那是很一样的嘛 一样的 那就是我的文昌鸡是吃到明菜西手嘛 对 代表海南的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海南鸡饭的海南鸡 其实就是文昌鸡哦 对对对 据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 新马一带较多海南移民的城镇 就有人开始卖鸡饭 可能就是海南鸡饭最初的源头 而出名的文昌鸡发展到现在 除了白斩鸡的吃法 还有另一种用酱油 香料等等烹煮的口味 也很受欢迎呢 嗯 看我吃的这些作响 好好吃哦 它那个是味道比较重一点的 总之还是吃得到那个文昌鸡 原本的那个味道 那这两个哪个卖比较好 那肯定是白斩的卖 还是这个卖比较好 我们这边是祖传这些 过年过节 嗯 都要有这个白斩鸡 都一定要吃这种白斩鸡 对 搞这种这种 听老板说啊 餐馆开业18年来 几乎天天热买上百只白斩鸡 来海南没有尝一次文昌鸡 就等于是白来了 到底世界文明的海南鸡饭 出自何处 尝过文昌鸡的美味之后 真正答案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啦 来到海南的旅游的人呢 一定都会听过一句话 就说来海南不可不到东山岭 来东山岭不可不尝东山羊 有此可知这个东山羊的名气有多大了 而我现在来到的呢 就是万宁市的东山岭 这里呢就是养殖东山羊最大的基地了 不过很奇怪哦 我来这个地方 我还没看到羊耶 赛岸线看到一大堆一大堆的游览车跟游客 这让我很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羊这么大的魅力 能让一个地方变成观光景点呢 走 我们现在继续看看 Go 提到四大名菜之一的东山羊 就不能不想到海南岛东南方 万宁的东山岭 不过怎么一走上里 没找到羊 放眼望去的都是观光客咧 我看到了 有羊妹妹耶 而且是一大群 还有大只小只的 你们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在赶羊 应该就是那个牧羊人 我们赶快去问一下 这些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东山羊 大哥你好 大哥 你好 你是养这些羊的人吗 是的 那我问一下 这些就是那个 这个海南最有名的东山羊吗 是啊 就是这种羊啊 它的羊跟一般的羊 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们的东山羊 前面两只脚比后两只脚低一点 前面两只脚比后两只脚低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那我刚刚看 膝盖上还有这个白白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睡得是好山 它山西从小到大都睡得是好山 睡在石头上面啊 就这样跪着这样睡 所以有这样子的才是正统的东山羊 据说早在宋朝时期 东山羊就被列为供品 最好的饲养方法就是放羊吃草啦 在东山岭上随处可以看见羊群 趴在登山步道上休息 甚至群聚在广场上走动 偷偷教大家一个配方 如果想跟东山羊来个亲密合照 拿草引诱他们就没错啦 听木崖人说啊 东山羊长期在山林上奔跑跳跃 练就出惊人的角力 个个都成了攀岩高手呢 在好几层楼高的石坡爬上爬下 可说是假清就熟啊 如果想一睹东山羊的登山轻功 我看还得多运动才能跟得上他们哦 既然咱们千里迢迢来到了东山岭 当然不能错过东山羊的美味 听说呢 滋味会让你惊为天人 永生难忘 但还等什么 准备开动咯 好在这东山岭呢 玩了一天之后呢 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好饿 但是现在为什么我讲话有点不清楚 因为我像嘴巴人全部都口水 为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这一桌全羊大餐了 师傅 这就是用这个最有名的东山羊所料理出来的 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这个来东山岭不可不尝东山羊 是的 来海南不来东山岭 一生遗憾 一生遗憾 来东山岭不吃东山羊 会怎么样 遗憾中生 还会遗憾中生 那我今天真的是没有遗憾了 那师傅 这么多的这样子的羊肉料理 我们要从哪一个先开始吃起呢 最招牌的 最招牌的是百枝东山羊 哇 师傅准备的这一桌全羊宴 实在太丰盛了 但其中一定要先品尝的 就是这一道百枝东山羊啦 羊肉过水 去掉腥味 开合爆香的姜 和特调的酒姜汁 用大火拌炒 用盐 五香粉等等调味 最后再加猪骨高汤 用大火炖煮20分钟 后又如猪大骨汤般的浓郁汤头 光看就让我受不了啦 好好香哦 师傅 这个汤是很鲜甜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这个汤喝起来是很香浓很香浓的高汤 这是跟师傅的技术有关 技术有关 技术有关 水 水 跟浮水这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喝了汤之后再来就是要品尝这个羊肉了 对不对 真的 不吃回遗憾中生 真的耶 它羊肉 第一个 非常非常嫩 而且是一点那个羊稍微完全没有 怎么会这样子 是那个羊肉本身就是 羊肉的质量跟师傅的烹调最小 师傅没有在强调了 对 羊的质量 你看那个皮 是有点半厚名的 要说东山羊吃起来完全没羊骚味 这一点也不夸张 而且他们常年在山上活动 肉质竟然不干不色 听说这跟东山羊上的特产这股叶大有关系呢 这股材料呢 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 所以我们采出来以后 好行茶口呢 就能够清热解毒 减肥 也可以减肥 也可以美人 哇 怎么那么好 那羊吃起来有没有也是这样漂亮亮亮长得壮壮的 对啊 所以羊就没有什么变 很净状 你知道很好吃 除了原汁原味的百质东山羊 另一样人气招牌就是红烧东山羊克肉啦 使用上等的羊腩做成红烧口味也是超级受欢迎的啦 真的真的很好吃 真的 它那个味道呢 非常的香 而且那个皮啊 皮非常嫩 然后里头那个有点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吃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 好像五花肉 对对对 像五花肉那般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 哇 我觉得真是极品 真的就是极品 你有没有觉得经理 有没有觉得形容一下 你刚吃了一口的口感 又香又嫩 余味无穷 哇 对 就是余味无穷 南里老少的滋补品 听师傅说啊 其实一只东山羊就能变化出二十到三十道料理 像是带骨有嚼劲的红烧羊腿 或是香酥的炸羊肉串炸羊排 爽脆的青炒羊肚丝都是老少通吃 温和火味的滋补品呢 除了这些美味料理 师傅还特地准备不一样的 要给我补一下勒 哦 清汤啊 不是清汤呢 不是清汤 对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东山羊脑 蛤 羊脑 你叫我吃什么羊肚羊肠东西 羊脑也可以做菜 绝对可以做菜 羊脑可以吃 而且很营养的 真的 它为什么呢 一般上年级的人 年级的人呢 吃喝了 经常喝啊 那要口音啊什么的都有 要治疗的作用 师傅 我不敢啦 脑在哪里 有吗 那块白白的 对 真的是脑 那绝对啊 我这一辈子还没吃过脑 真的是那个 羊脑 煮个白白的那个羊脑 师傅 我觉得好渴 天啊 你没看错 这千真万确就是羊脑 虽然有句俗话说 吃脑不脑 但要我吃羊脑 还真的需要做个心理建设 提起万般勇气呢 羊脑耶 真的一定要吃吗 一定要 我真的没有那个胆子 我不敢啦 真的 这个挺有营养的 我试给你看 试给你看 真的 可能一口气就把它吃下去了 是的 是的 很美味吗 美味很好 真的啊 海南也很喜欢吃 羊脑 感觉怎么样 就是一坨软软的东西 对啊 是不闹 不闹 对 不会难吃吧 不难吃 可是我觉得好可怕 不会 就是软软滑滑的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绵的感觉 我觉得喜欢羊脑味的人 应该会喜欢吃这一个 对 可是对于第一次吃了 我要鼓起相当大的勇气 才能够吃 好 好险这羊脑是用脆脆的添麻药材 加冰糖 红枣炖煮的 甜甜滋味稍微冲淡我对羊脑的恐惧啦 不过连羊脑都可以拿来入菜 可见东上阳真的是全身都是宝 也让我见识到海南人可以把美食 发挥的如此出神入化 淋漓尽致 所以啊 为了尝美食 什么都得试一试 不吃你真的会遗憾终身哦 看完了今天的中国大体验 相信您一定是意犹未尽 大家有空来到这两个地方 一定要来亲自品尝一下哦 今天的中国南北美食大赏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中国大体验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